哈喽,大家好,我是昭阳 今天开始跟大家分享一系列的听力科普的小视频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你是否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听不到声音 这期的视频我们就来聊聊看到底是为什么 首先得要知道我们是怎么听到声音的 通俗的来说,物体震动发出声音 声音通过耳朵进入大脑 大脑经过分析之后就听到不同的声音了 这个是声音的传导过程 在整个过程中,有任意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都有可能会发生我听不到声音的情况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第一个,物体的震动产生声音 哪些声音是人的耳朵能听到的呢? 声音可以从频率和强度上来分析 声音的频率指的是音调高或者音调低 比如钢琴的这个音调高 而这个音调低 前面的声音频率高 而后一个的声音频率低 通常来说,人类听到的声音频率的范围是20到2万赫兹 当一个声音的频率低于20赫兹 比如说蝴蝶振动翅膀的声音 一般人是听不见的 但是你可以听得到蚊丝振动翅膀的声音 是因为蚊丝振动翅膀声音的频率 刚好落在了20到2万赫兹的范围里 而当一个声音的频率高于2万赫兹时 人也很难听到 比如人们用声纳来探测鱼群的位置 主要是利用了声纳发出来的超声波 而声纳发出来的这个声音 人却听不到 在了解了声音频率之后 声音的强度就是下一个要注意的指标了 我们经常用分贝来表示声音到底有多强 但实际上我们听到的同样强度的声音 在物理测量上却是不同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这张图 横轴是频率声音的高低 竖轴是分贝SPL 是物理测量上的分贝值 红色的线叫等响曲线 在每一条曲线上的声音 在人耳听起来是一样像的 这个图里最下面的虚线表示了 人能够刚刚好听到这个频率的声音分贝 当声音强度在虚线以下的地方 自然也就听不到声音了 对于正常人 这个虚线也就是刚好可以听到声音的预直线 听力如果有障碍的话 会比这个图里画得更高一些 根据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知道 要听到20赫兹的声音 声音需要达到80声压级分贝才能够听到 而5000赫兹的声音 不到10声压级分贝就听得到了 简单来说 不同频率的声音 哪怕物理声压分贝一样 我们听起来的响度也不一定一样 现在经常有 你的耳朵几岁了的小测试 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听一下 看看自己的声音到底能听到多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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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开始的20Hz的声音,是不是很难听到? 这个声音你听不到是正常的,甚至音量大了也很难听到。 这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低频音,然而要听到低频的声音,声音是需要很大的。 而我们人说话的语音频率主要集中在500到4000Hz。 是不是很神奇? 这刚好也是需要比较小的声音强度就能刚好听到的频率范围。 这也是为什么在烟沛助听器和人工耳窝的时候, 烟沛师会特别注意到这些频率的声音,来确保大家可以听得到人说话的声音。 在确保了声源没有问题后,我们再来看传导过程中的其他方面。 声音是空气肺子的震动,通过外耳收集传导鼓膜,引起鼓膜的震动。 鼓膜后面连着听小鼓,听小鼓连着内耳的卵圆窗, 卵圆窗后面是内耳的淋巴液,震动一个接着一个。 鼓膜的震动引起听小鼓的震动,从而引起淋巴液的流动。 淋巴液的流动会刺激到肌底膜的震动,从而引起毛细胞的运动。 毛细胞的运动变成电刺激,引起耳窝神经的信号传导。 这些电信号通过听神经盒上橄榄盒下丘那次西状体, 最终传向大脑的孽叶。 在这些看起来繁琐的步骤中,每一个部件都很重要。 有的小伙伴叮咛拴色,或者异物进入耳朵, 这会影响声音信号的收集。 有的小伙伴可能有过鼓膜四川的经历, 这样鼓膜震动的信号传导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 有的小伙伴听小鼓钙话或者硬话, 也没有办法引起内耳淋巴液的有效震动。 或者有的小伙伴长期处在噪音环境中, 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导致毛细胞受损, 这会影响到高频音的传递, 最终神经冲动的信号传递也没有原来的那么有效。 再或者, 有的小伙伴小的时候使用了耳毒性的药物, 导致了内耳的毛细胞受损, 也不能传导信号。 再或者, 有的小伙伴上传的听觉神经盒受损, 也会导致我听不见这样子的结果。 最后再来看一下一个影响的问题。 有的小伙伴看到这里可能想说, 嗯, 我能够理解这个原理, 其实我是能够听得到的, 一个问题应该是, 那我为什么听不懂呢? 这个问题我们就留到下周再做分享啦。 谢谢大家。